《中文字幕》 陳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您好 這就是您的後任特首的辦公室 對呀 比較簡單 我是11月1號 那沒幾天呢 兩週多一些 11月20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後任特首辦公室 面對面記者採訪了 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 後任人陳浩輝 此前 在11月13日舉行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中 陳浩輝在398位選委 出席的投票中 以394票高票當選 他將於12月20日就職 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 還有一個月您才去擔任呢 這一個月您要做的事情 都有哪些 今天是20號是嗎 今天20號 整整一個月 就是只剩下一個月 主要是兩部分的工作 第一呢 我跟現任的賀宜成事院長官 和他的管制團隊一起聯繫 溝通 確保兩屆政府的交接順利 這部分工作呢 事實上 1號已經開始了 現在比較密集一些 第二部分工作呢 就是籌組好 或者管制班子 就是主要官員 所以第一部分工作 我看成得非常順利 我也很感謝何醫生事院長官 和他的管制團隊 對我的大力配合支持 從1999年12月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 曾浩輝一直擔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 終審法院院長 直到今年8月 因參選特首 他辭去了擔任近25年的 終審法院院長 競選期間 我真是深入到各個社團 各個社會的各界層 甚至各個地方 跟我交談的 基本上都是社會各界裡面 代表人物 甚至是精英 澳門就是400個選委 你看看 400個選委我都見了兩三遍 有些見了七遍了 七八遍了 為什麼要見這麼多遍 希望他們提名我 我要介紹我自己 這樣的提名 您還用介紹您自己 要不介紹他怎麼提名你 您都當了這麼多年的 那這不一樣 不一樣 你介紹的過程中 你要讓他了解你的很多理念 很多想法 不能關他怎麼提名 以往不可以 以往不主張 而且法律規定的 司法官員有兩個原則 一個聖言 也就是說不能評論 評論社會事務 公開的法律問題都不能評論 你不能跟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立法律的工作 你去評論社 第二個就是不能參加 任何帶有政治性質的活動 它作為確保司法獨立的 非常重要的條件 所以跟他們來往不多 基本上沒啥來往 鄭英恪守這兩條原則 一直以來 曾浩輝較少參加公共活動 人們對他有限的印象 來自於他以主理嘉賓的身份 出席特區政府重要的儀式和慶典 以及法律界的高端會議 在媒體記錄下來的照片中 他鮮有笑容 給外界留下神秘和嚴肅的印象 而當他決定參選行政長官 就意味著要改變過去的行為方式 轉換起來 您覺得您難不難 我很忐忑的 這轉軌太大了 尤其是這個準備我宣佈 我感覺不好 所以有些朋友提醒我 你當時22號的時候 不敢直面記者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是吧 但是8月28號開始我沒有了 為什麼要緊張 法官面對記者就緊張 你看我面對你 總覺得有種緊張的一種感覺 現在您不應該有了 我不知道你怎麼感覺 反正總是有一點 司法官他就不善於面對傳媒 本人正正宣佈 正式決定參選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 8月28日是陳浩輝正式向媒體宣佈 要競選澳門特首的日子 他告訴自己 一定要把面對公眾和媒體時 容易緊張的狀態調整好 這個腦子能影響你的意識 就意識能不能影響行為 我最擔心的是什麼 最擔心的是 面對記者的時候老放空 突然間問我一個問題 我搭不上那老放空 兒子是現場直播 那就沒得救 所以突然之間我就想了 用一個辦法 像我開庭一樣 底下 當你們不存在 用這個辦法 然後讓我的思維去 你的問題 這樣的話我就不受底下 各種人的表情的影響 我現在用這個辦法 來控制自己的情緒用這個辦法 都8月28日的時候 出去的時候呢 我有一個進去揮手的一個動作 我說我必須自然 後來我還挺滿意這張照片 我印象深刻 我那個宣讀那個參選 宣言吧 公佈我參選 一開始還是有點緊張 讀不緊張 回答問題的一開始 我的手就放在這裡 他一張 然後我還不知道 我手的動作 後來我兒子告訴我的 他說哪怕你一開始手在發展 心理建設很重要 我是心理調整吧 沒有用建設那麼重 那麼偉大的一個詞 這個心理一種調整 把自己的位置 將來面對的智慧狀況 女性的質疾結合起來 你必須要過這個坎 跨過去 你不跨過去 那你將來怎麼樣面對 各個方面 對行政長官的要求和挑戰 從宣佈參選的那一刻起 澳門特區政府 即免除了陳浩輝 終審法院院長 終審法院法官等職務 也是從那一刻起 陳浩輝一改過去25年低調 刻意向民眾保持距離的習慣 積極接觸行政長官選舉 管理委員會400名委員以及社會各界 介紹參選宣言聽取意見建議 40多天時間裡 總計舉辦了238場競選活動 因為您用這種方式已經 從大引號與世隔絕了25年 現在突然讓您面對這個 以媒體為代表的大眾 這是一道很難的觀 我覺得您過得已經很漂亮了 我覺得8月28日以後呢 我經過各界上的這個技術了解 那時候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多 那麼大廠 那可是四五百人呢 四五百人您都沒見過啊 不是這種場面跟我交流 比如四百年都看不見你 那四百人沒問題 你聽我講 我不回答你的問題 那我講完就走了 這個不一樣 你要介紹你的產生理念 要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你看到地下 那你不能視他們為無誤 你不能說 我眼裡面沒有他們 不行 剛才您不還說 眼裡面沒有他們嗎 那我是說8月28號的時候 宣度那個宣言的時候 但是你要跟他們交流就不同了 你要真正地跟他們交流 提出你的看法 聽他們的意見 那個不一樣 您剛才講做法官的時候 慎言是很重要的 那也就是說 要跟這個社會 要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但是如果成為一名特首 一定要和社會 是融入社會的 對 當時進程的時候 就是說澳門的事情 大家商量怎麼辦 大家一起辦 否則的話澳門呢 我們有那麼好的愛國愛好傳統 我們必須要跟他們交流 無距離交流 但是盛言 依然很重要 還要盛言 還要盛言 在重要的政策 形成之前 要盛言 聽過廣泛意見以後 經過探討了 我們形成共識了 那時候 尤其是周圍行政長官 那個時候才公開的 跟社會解釋 所以盛言依然有作用 否則的話 你很容易誤導了社會 引起社會裡面的爭議 甚至呢 影響社會穩定就不好了 2024年10月13日 澳門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舉行 陳昊輝在398位選委出席的投票中 以394票高票當選為 第六任行政長官後任人 10月15日 中審法院確認了 總核算委員會送交的選舉總核算結果 並宣佈陳昊輝為下一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後任人 所以現在正式宣佈 陳昊輝先生當選為 第六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後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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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十一點十五分左右 我要發表我的當選改年 然後我太太就說你好像氣不足 我說不是氣不足 你看上海沒那麼近 你看 然後讀的時候比較慢 就是這種責任 不是心境平和 而是一種壓力 一種責任的感覺 這個感覺就是我歷歷在目 現在還記得 1999年澳門回歸後 陳昊輝在終審法院院長任上 先後經歷過三位特首 這三位特首無一例外 都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 而且有著強大的工商界背景 而陳昊輝不僅有鮮明的平民色彩 他本人也不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 我現在歷歷在目 80年的11月21號 11月21號 我提了一個皮包 這個皮包現在還放了 從廣州的汽車總站坐車 到了工北 然後到澳門來 86年11月21號 提著一口小箱子 坐著公共汽車過來 這個地方給您留下什麼印象 一過來 那個工北海關還是比較簡陋的 進入澳門的時候沒海關 我說那個說是普利亞政府管 管理怎麼沒有海關 而且拱門呢 古色古香現在還保利著 然後看看對面 當時是很多農地 還是比較破舊的落後的 陳浩輝出生於廣東省中山市的一個普通農村家庭 自小讀書用工 1981年19歲的他 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法律系 現在回頭看 你看我這種老家是中山的農村裡面 然後改革開放 我讀上學也比較晚 九歲才上學 從那裡沒多重嘛 九歲才上了一年級 然後當時小學是五年 初中兩年 初中都放在小學裡面 這個有個機遇我很幸運 上學晚又重 反正回頭看是個幸運 為什麼 因為我初中畢業七八年 那是全國重點中學 包括我們中山都同考 都同考才能夠進去 我初中畢業我考進去 如果我提前一年八歲讀小學 我準備這個機會了 我覺得我挺幸運的 當時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第一個志願你知道 我想去什麼地方你知道 中山縣縣級四 想回家 想回家 我想把我學的北大畢業的 貢獻中山要求不高 只能能夠用上就行 我當時考慮 結果那個管分配的那個 你甭想中山縣級四 怎麼跟北大畢業去呢 後來就碰到這個司法廳裡面 外經手去 北大畢業後 陳浩輝在廣州一家 涉外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 1986年受一家公司聘請 陳浩輝移居澳門生活 職業是公司的法律顧問 所以感覺 你想過待多久嗎 沒想過 但是我有一個特點 每一步都用心做好每一步 從這個角度 就好像沒什麼志向 沒什麼大志士的不是 我邀請我的法官就這樣 你先把自己做好了 你做不好 你不要想其他東西 否則的話容易出問題 回到你這個話題 我讀書我就好好讀書 因為我上學期間 一本小說都沒看 你不信吧 很用功 就讀書 那我會比大家不一樣 我用兩年時間 把所有的民族都看完 包括那個世界民族 我都看完 很多同學去跳舞去了 我是很喜歡兩樣東西 一個是跑圖書館 一個是講座 當時整個國家的氛圍 都是追求文化 追求知識 建設國家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 都讀書 不懂你就學 所以我很用功 當律師的時候也是 1990年來到澳門的第四年 陳浩輝通過公開招考 獲得當時澳普政府的推薦 赴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 修讀語言和法律課程 並於1993年學成反澳 成為首批法院執法參試之一 我在1993年從普利亞回來的 1994年就是澳門普利亞政府 因應布魯士奇和99年的政權移交 所以必須要司法本地化 它就公開在整個澳門社會 就遭受 叫做司法參試 司法參試這個角色 它就協助法官審判案子 跟我們內地的法官助理不一樣 這個名字叫做司法參試 是幹什麼的 司法參試就是根據一個法官 你就根據法官辦案子 法官辦了解整個司法審判程序 然後掌握 尤其是這個審判 輸送的各方面的規定 了解 但是沒有審判權 以前有沒有過華人做這件事 沒有 就是普利亞管制澳門 行政管制澳門從1553年 差不多450年了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華人的司法官員 包括幾種級別的 司法官員都沒有 從葡萄牙待了三年 再回到澳門 對這個地方 有沒有特殊的情感了 那不一樣 當你了解到葡萄牙語 當你掌握了它的法律知識 你知道還有非常重要 就是過渡時期已經開始了 87年 《中普聯合聲明》簽署了嘛 93年 一回來晚上 都要去澳門大學讀書 一邊做司法參試 一邊去澳門大學讀書的晚上 所謂的司法參試 就是協助當時澳門法院的法官辦理案件 學習辦案經驗 以便澳門回歸後接管法院的工作 當時的澳門法院 所有的法官都是葡萄牙人 回歸以前 澳門沒有自己的司法體系 只是葡萄牙轄下的一個小法區 所有不服澳門法院判決 而提起上訴的案件 都必須到葡萄牙上訴法院審理 以至於當時的葡萄牙法官放話 澳門法院沒有能力承擔司法運作 即使澳門回歸中國 也會遲早把他們請回去 正因為這樣的背景 曾浩輝邊工作 邊在澳門大學讀書的那段時間 很努力也很艱苦 你們共同的目標是什麼呢 那段時間 這個是需要我們華人的法律人士 要共同努力去迎接這個 1999年澳門回歸的挑戰 我們華人的司法官 華人必須要參與到司法領域的工作 和管理 就是能不能通過我們的努力 所以在各自的知識底下呢 承擔去整個司法運作 行使好我們這些國家 授予澳門的司法管轄權 這個是我們非常意識的 那個時候 那是白天工作晚上 培訓中心最辛苦的培訓中心 你要上課 晚上做作業 有幾次呢 我這個晚上到凌晨三四點 還在做功課的 那你第二天不上班了 還要上班了 那個是當時腦袋發脹 我就怕是不是 我不懂醫嘛 我打電話問我那個醫學院的 中學同學在他們醫學畢業 我說不是血管不會報啊 他就不會 你不會報 很年輕 對了 你說的對了 所以那時候就壓力大 那個時候就付出 但是我們整個 第一批司法官票中心12個人 非常努力 那就是說那時候的 年輕時候的付出 回報是什麼 我沒想過怎麼回報 如果回報好的話 你當律師去 華人律師更好了 沒華人律師呢 大家都有一個一致的目標 就是我們肯定 能夠把司法権借過來 目標只有一個 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最高級別 審判機關院長25年 外界說您做法官的時候 終審法院院長的時候 那個臉總是捧著沒笑臉 他們說這個陳議員長不笑的時候 非常可怕 但是他們很多朋友就說 你跟我認識了解以後 他很單純 從低調神秘的大法官 到澳門第六任行政長官 一開始就有點緊張 然後我還不知道我守著動靜 後來我兒子告訴我 他說 哪怕你一開始守在發展 面對面 專訪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陳浩輝 這個是什麼時候的照片 就99年宣示的時候 就是您做終審法院院長 對 帶領那個所有的法官 23個法官就死了 我就帶領他們 在行政長官面前宣示 您那個時候多大歲的時候 25年前您 37歲 就99年嘛 我幼兒了嘛 您是澳門特區第一任 也是唯一一任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是吧 對 新的還沒有 1999年12月 澳門回歸祖國 獲首任行政長官何後華推薦 曾浩輝出任澳門特區 首任終審法院院長 帶領23位特區各級法院法官 分別用中文普通話和葡萄牙語 宣誓就職 就此開始了他近25年 終審法院院長的生涯 我今起宣誓 本年就任 本年就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院法官 法院法官 而終審法院 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 最高級別的審判機關 行使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終審權 千頭萬去 責任重大 但無論對於人還是事 陳浩輝都喜歡用心靜平和四個字來應對 清靜還是心靜 心靜平和 心靜做不到 因為我送的姐妹多 然後法庭裡面開庭 很難清靜 你看著那種狀況 有時候當事人之間 當面都反眼就有 沒有清靜可以做到心靜 清靜你控制不了 是個環境 心靜你盡量控制 心靜是制止的 您說這個澳門的社會是心靜平和的 每一個工作 我的心靜平和做好它 我不會還沒做好 就我盯著另外一個職位 我做不到 所以心靜平和 那你就全心投入 全心投入 那想辦法把工作做好 我有一個口頭禪 先把工作做好 才可以協助別人把工作做好 不要工作沒有做好 書教一套套 我最反對你 以前的回國期間 沒有這種管理 我當院長 當法官委員會主席 我要求他們 把每個月 每個法官的受理的案子 結案多少都告訴我 為什麼 排席 你這個案子進來 我們就排席嘛 什麼時候開審 排席表 每個月都給我 司法官我不干預你判案 你司法獨立 你怎麼判你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不好好工作 你不能把案子放在一邊去 慢慢審 當審等你啊 因為我剛才說了 法院這種功能多厲害啊 別人等著你呢 你再屠殺去 可能別人企業就破產了 別人的債務最後回來 欠債盪產了 作為澳門行政特區司法制度的 重要組成部分 終審法院在陳浩輝的帶領下 維護特別行政區的法制秩序 有力保障了澳門的繁榮穩定 同時 陳浩輝作為法官 也審理了多起 備受矚目的大案要案 這其中 就有當時備受關注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 何超明涉貪案 何超明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首任檢察長 他與陳浩輝相識多年 兩人曾是一同到葡萄牙留學的同學 案件在終審法院審理期間 何超明曾提出申請 拒絕由陳浩輝審理他的案件 但申請被駁回 何超明不僅現在看他是一個罪犯 但是在漫長的過程中 他是您的同學 他是您的同事 這個案子當時他不希望您審 對 但是您為什麼還是要審 走正道 不判 依法處理 問心無悔 如果考慮到他是您的同學 多年的同事 您自己內心裡面 您分析他提出來 不想讓您審 這是一個什麼心態 不配合 我跟他不是多年的同學 也就是在葡萄牙裡面 一段時間 上課 上完課 因為他這個經歷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來往不讀 我們回來以後 然後澳門大學讀了兩三個月 他就退出來了 我們繼續讀 因為他的經歷比我們豐富 所以他不得回來以後 馬上進入林鄭公署 當協調員 就算在現在的這個 比較高級的官員 局長一級的官員 我們還在晚上 去澳門大學讀書 還要去考司法參試 還要去背影總結 不一樣 所以了解不是很深 後面他過來當警察長 那我們就在法院裡面當院長 所以走的路就不同 就是第一 所以他提出來迴避呢 我有點生氣的 因為我跟他 從哪個角度來說呢 都不符合迴避的要件 迴避有法律規定的 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有這個利益 這種利益可能是家庭關係的利益 或者是經濟利益都有規定 所以不但我沒有迴避 其他跟他一起認識的 從政法院的另外兩個法官 都沒有迴避 第二呢 希望我迴避 然後底下上來的人 也可能要迴避 因為都認識嘛 都了解嘛 那這個案子不是癱瘓嗎 那我的司法機關不是癱瘓嗎 那我那麼小的司法區域 不像我們國家那麼大 或其他國家那麼大 這個不同的指令管轄不存在 所以把它不回去 後來報紙上還有一個細節說 在庭審的時候他想發言 然後您打斷他 沒有給他發言的機會 這個細節描述的準確嗎 我不讓他發言是很多原因的 我們開庭裡面經常不讓律師 甚至不讓律師被告發言 因為他偏離了訴訟標的 我們訴訟有個範圍 第二呢你的發言必須要符合 訴訟法規定的程序進行 而不是中斷 有意中斷或者打斷 甚至騷擾到其他訴訟參與員的 參與訴訟的狀況 也就是說你不用影響整個 撲牌和程序 會給您留下什麼印象 敬畏權力 我跟我們的司法官說 人必須要敬畏權力 不要有任何僥倖心理 否則的話你早晚會 由於舒服而承擔後果 哪怕是你絞進過去 你一輩子的心裡頭 都不會活得順暢 舒暢 國家主席習近平 11月1號下午 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新當選 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任 行政長官陳浩輝 陳浩輝對中央政府任命他為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任 行政長官深感榮幸 決心在習近平主席 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下 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 發展意義 更好融入和服務 國家發展大局 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管制水平 加快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大力改善民生 推動澳門各項事業全面發展 11月2日 陳浩輝搬進現在的後任辦公室 以便和現任特首進行工作交接 陳先生 就這個辦公室 實際上您用不了幾天 對吧 對 那為什麼用不了幾天的情況下 您還要帶這麼多大簿頭書來 我感覺 從那一找到之後 轉軌不徹底了 是吧 但有的書有用的 比如《基本法》我經常看 因為有的時間 為什麼我拿過來呢 有的《基本法》的條文 《行政程序法典》 《行政程序法典》 《行政程序法典》那些 我最近要用 我真的沒說不行 您不是法官了 不是法官了 但是這個我能不看嗎 這個《行政程序法典》 我準備要修改它 為什麼 95年到現在30年了 我們的行政程序多落後 所以競選裡面 我就說必須要修改它 否則左外的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 我們的行政程序30年前的 我們內地都 那個行政方面的改革多厲害 我們還不動 外界對您在法律上的成就 自不代言 您是專業人士 但是治理澳門雖然它小 但是社會的發展 還是要靠經濟去驅動的 所以有人就說 陳先生行不行 因為他以前沒有過 發展經濟的這個經驗 您怎麼看待外界 對您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合理 其實問題是合理的 因為我就是司法官嘛 如果我很懂經濟領域 甚至很具體的一些經濟政策 都如如得水地推行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行政長官 他的位置要求 跟你推行經濟政策 他兩碼事 行政長官他有的記者 他領導整個特區政府 所以行政長官的角色 他不是經濟專家 純經濟專家不行 我認為他必須要有一個 宏觀的視野 對阿門特區政府的各個領域 要慢慢去了解 認識 掌握 會同我整個基金團隊 然後結合 社會各界一起去思考 大家共同相量 這樣去做 我是法官出身 其實法院是一個 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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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小社會 你什麼都知道 什麼行業都知道 甚至整個現在家庭狀況的 發展的趨勢 你都知道 離婚率有多少 離婚的理由是什麼東西 你都掌握 因為他解決不了 就跑到法院去了 所以我提出一種 兩院理論 醫院和法院 如果能夠回應到社會 高資量運作 對社會穩定 社會發展 都有好處 因為他就是社會各個行業 出問題的時候 都找這兩個 要不去找醫院 要不去找法院 你是生理上的 身體的 心理方面的事情 即使搞不定 解決不了 找醫院去 社會原論關係 人生自由 權益受侵犯 如果能夠找條件 就條件 我們國家這樣 大力推廣條件 條件不能怎麼辦 找法院去 所以這個社會裡面 如果接兩個月 它的運作 高效 法院體驗公正 醫院 它的幾樣 治療水平 效率 都好 老百姓可信 願意用 那這個社會 解決大問題 工作之餘 曾浩輝的愛好之一 是逛市場 無論超市還是菜市場 它都會看得津津有味 不只逛還會買 把市場裡生機勃勃的 煙火器帶回家 這個您太太肯定高興 對 當然高興 青菜呀 擺得整整齊齊 一顆一顆 很綠 好舒服 然後這個 你可以買一些魚啊蝦 你自己喜歡的 然後回來繼續 我很喜歡做一下 您會做飯 做飯 做飯怎麼不會呢 小菜一碟喔 您家裡誰做飯 有工人 那之前呢就是我做的 我和太太 我教會她做的 她不為所 她不為所 後來她學了 學會了 當院長以後有工人吧 但是周末我肯定自己做 您說是不是生活裡面的很多 細碎的日常 反而可以一方面是調節工作 另外也可以從這些細碎的日常裡面 認識生活 認識工作 我那個80年代 剛才有一句口頭腸 日愛工作 日愛生活 到今天為止 你日愛生活 你走進社會 多知多采 也不是什麼了解社會多少 但是呢 這個過程中呢 你看著 我可以跟那個魚蕩的人聊天 工作怎麼樣 什麼地方來 可能這段時間 突然間三個月我沒去到 當時她不知道我當院長 她看來 突然間跟人沒了 可能是留意一下 她原來是 是這個首席法官院長 整天來買菜做飯 是這樣的 實際上很開心 了解 跟他們交流一下 我們這個社會 人氣會很濃 真是很濃 買豪的 買魚的 買蝦的 都認識啊 都認識 怎麼不認識 他們怎麼叫您 就是現在她不叫名的 她不認識我可能是 所以挺開心的 澳門這個地方真是很好 您說生活裡面和這些 認識不認識 說認識吧 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說不認識吧 知道她長什麼樣 就如果跟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能夠跟他們有這種情感上的聯繫 開心不開心 開心 很開心 外界說您做法官的時候 終審法院院長的時候 那個臉總是綁著 沒笑臉 對 您現在笑臉多了 這個可能是一種改變 在辦公室裡頭 幾十年給社會的感覺 包括在一些活動裡面 他們說這個陳院長不笑的時候 非常可怕 就是悶悶地坐在這裡頭 但是我就沒感覺到 但是他們很多朋友就說 你跟我認識了解以後 他很單純 他就說很單純 很簡單 您會因為職業的變遷 臉上會多添點笑吧 不會 因為不會專門去裝作地笑 我本來就很樂觀 很開朗的一個人 比如說我現在跟你這樣 我覺得很自然的 不知道好不好看 或是有沒有親近感 親近感我也不清楚 反正我覺得就是心靜平和 就是真實的 就跟別人交往吧 跟別人交往就沒必要裝 我們開庭不一樣 開庭也嚴肅的 那我就沒必要裝 因為我們刑事司法權 那是非常嚴肅的 用權力的刑事 他要判斷多厲害 我們當我下這個槌的時候 你要不就牽制到他的自由了 因為他刑事案子 有可能現在的自由 有可能坐牢 也多嚴肅地去行 你要不就現在他的 債權債務的關係的紛爭 他形成那個民事訴訟 潛在的關係 那多重要 你一旦判 有可能導致別人清潮蕩產 也有可能導致別人的企業破產 沒錯 非常重要 非常嚴肅的事情 要不就你這個家庭關係 每一樣東西都在你手裡面 都是社會裡面 非常重要的關係處理 所以就嚴肅嘛 我們開庭怎麼會笑的 不可能 所以慢慢習慣了習慣了這樣 但是我們法官 一放下法袍的時候回去 都用了 就可以很開心 就雙腹之間很開心 因為沒有巨星嘛 就是同事嘛 但行政跟法官不一樣 你要坦誠 跟別人交往 該笑就笑嘛 沒必要做 我不希望我的官員做 我也不希望我做 做很辛苦 做人很辛苦 沒必要 澳門這個人情社會 大家都知道 親眾都清楚 沒必要做 大到至簡 對 其實沒必要搞得那麼複雜 有多複雜 不複雜 你走這樣鬧就完了嘛 你想轉進去 坐上去去 你想這個 這個專業 我很喜歡做專業 又受到尊重 那你當醫生去 要不然你當會計師去 政府不一樣 政府要服務社會 服務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 那你要投入 你要以成 忠誠忠誠就在這個地方 你不忠誠你怎麼做政府 所以忠誠很重要 大到至簡 你走大到至很簡單 從1986年開始 曾浩輝在澳門工作生活近40年 他在這裡成家立業 子女和孫輩在這裡出生成長 他把自己看作是澳門的普通市民 而澳門也早已經是他離不開的家 六二年出生 對 如果說是86年 您是24歲 對 到的這個澳門 對 別人說您不是澳門人 是因為您沒生在這兒 但是如果說是長在這兒的話 尤其是回歸之前 為了澳門的司法 平穩地回歸 做出這麼多努力的話 在那段時間您覺得您和澳門是什麼關係 情感上的關係 情感上 那就基本上沒有離開過澳門 工作生活一直 沒有其他想法去哪兒 我從來沒有考慮過 或者是一點點的散的理念 要到其他國家去發展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我就希望 在社會裡面工作和生活 把我學的 工程社會 就那麼簡單 有時候出差嘛 還會啊 你知道我回來以後 第一樣幹的事情是什麼嗎 方向我自己開個車 過西灣大橋 當時零幾天就開了嘛 去陸淮 然後有一道大橋 到北區 都有錢回到家 四十二公里 為什麼 你知道我的感覺 看一看澳門 你看了好幾天 我想走一走 當時我老婆不理解 你回來 開個車逛去了 但是就是 這種 我印象深刻當時 我們經常問旅行者 說你喜歡一個地方 你會喜歡它什麼呢 這是問旅行者 但是如果您 已經在澳門住了大半輩子了 如果問您 您最愛澳門什麼呢 中普文化教育 中華文化的主題 這是怎樣 我很喜歡它 人情味 這種健康 平和 大家容易相處的人情味 這個人情味 對您未來的五年的執政 會帶來什麼 很大幫助 我可以很坦白 雙方進行交流 協商 有什麼看法 跟他們交流 有什麼政策 跟他們溝通 所以我有一個感受 這次 這個 我整個參選競選 這四十五天 他們統計 4779個人是 230多個社團 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我們有非常可愛的 愛瓜奧社團 有非常心靜 平和 健康 而且體諒人的百姓 世民 雙腹之間 就是這麼一種很淳樸 很容易相處的 讓人間關係 不複雜的人情味 澳門是多元文化 這次我六大宗教的頭 我都見過他 都是玄美 突然就坐在我前面去 他們可以坐在一起跟我聊天 你看 都包容了一個社會 而且都是選委 選委會 選舉行政長官的 他們能夠目標一致 因為 你看我的這個提名很高嗎 96%的提名 然後投票的一共是398 投票 給了我394 他們認為 一國兩制走得很好 希望你繼續 帶著我們去 推進一國兩制 我現在很習慣 就是看到他的眼睛 有時候看 以前我是被告人的 跟你那個證人的 但是你看到他 他們心裡眼睛非常平和 這種平和 真是你用的是 面有心聲 也可以看得出來 和平共處 澳門這個地方 多好 是嗎 所以對我將來 我很有信心 我們有那麼好的 愛國澳洲社團 有那麼可愛的 這個差不多70萬的澳門居民 所以我真的有信心 跟我團在一起 能夠把澳門 這個上天發展好一些 盡我們所能 接近全力去 不辜負他們 這是我的心願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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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